赵匡胤给武将颁发腐败许可证,乍一看来,赵匡胤的杯酒士兵权,好像很潇洒,很轻易,令人真有那种谈笑间,强鲁灰飞燕妹的感觉,似乎不费什么劲,手腕多多的赵匡胤便将这件原本强鲁灰飞燕妹的感觉,但在实际上,赵匡胤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 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,应该说,赵匡胤聪明反被聪明误,杯酒士兵权,完全是他的一大政治败笔,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错误。 这里,且不说杯酒士兵权,将一帮能争善战的武将手中军权剥夺了,让他们靠边站,对大宋帝国来说,无异于是自断几臂,自残几足,做剪自负。 宋朝后来的饱受外族欺凌与蹂令完全与此有关,单就杯酒士兵权所开的一带风气而言,其后果就真的是很严重。 仔细想想,杯酒士兵权,其实是宋太祖族,既然是博弈,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自然都不可能无本胜利,不负代价。 很显然,在这场政治博弈中,武将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,很显然,在这场政治博弈中,武将集团所付出的代价,他所获来的则是皇帝赵匡印金口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。 实在,在杯酒士兵权时,赵匡印曾开导众武将说,人生苦短,百居过细。 众爱卿不如多鸡金宝,广至良天美宅,个儿巫女以终天年。 若此,金晨之间再无闲猜,可以两拳的话的意思是再明显不过了,只要众将放下武器,部长兵权不再对他赵匡印的皇位构成威胁。 那么,其他一切都好说,想要什么都行。 仅此可见,赵匡印在试兵权时,表现得非常的慷慨,当然是康国家,民族之康。 用宋史使手信传的原话说,就是赏来深厚,给众武将开出了几位优厚的架码。 透过现象看本质,所谓的杯酒是兵权,说白了,其实不过是宋太祖赵匡印。 透过现象看本质,从某种意义上说,杯酒是兵权。 不斥斥赵匡印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了一张,不斥斥赵匡印拥有了皇帝亲自颁发的这张腐败须可证为庇护。 所以,从那之后,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进行腐败。 据史料记载,太祖的武将们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些贪财好色之徒。 这里,不妨对太祖时期的一些著名武将的贪末情况作以简要列举。 如史书上称,使手信泪刃解镇,准物俱敛,积彩俱万。 王权斌破暑日,夺民家子女玉伯,纵兵大略熟中。 王仁善破暑之日,那里廷归妓女,开封得库取金宝。 楚昭府破练色,前后赐予万计,席举而处之。 长颖兵客故旧,至葬中纵官,且约,武汉马劳。 图以机会得此,无畏国家首尔,后当献与上。 图以机会得此,无畏国家首尔,后当献与上。 类至十六万贯,及善界公堂前万余民,请用冠取六千四百兵。 天天天相比林,无巨量,门时明智,门时柳一气,宾主公使,王辉清云色,紫善复,耳其所范书,立宗不拘出求,民生苦之,必须之处。 类至十六万贯,及善界公堂前万余民,请用冠取六千四百兵,天景相比林,无巨量。 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内心中骑马,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不想贪污腐败,但因为害怕过于洁身自豪,被赵宽怀疑有不尘之心。 于是便只好作秀,故意装得自清自荐,自甘堕落的样子。 如实守信原本是一员人将,虽作战勇猛,但一向重以轻力。 可是,自从杯酒士兵权事件发生后,他忽然顿悟,从此开始追求生死全马。 疯狂剧脸财物,对他的这一表现。 宋氏如此评价道,岂非一阴以自毁者邪。 话说得很透彻,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贱那样。 在出征灭楚途中,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,故意自无罢了。 而另一位武将王权斌,史书上也说他以前一直表现很好。 为人素来轻财重视,不求生育,宽厚荣重。 军旅乐为之用,可是,杯酒士兵权后,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, 刻数之日,竟自己带头。 放纵不下大肆搜掠数中,亲武宪章,准杀将兵。 上开公堂,豪夺妇女,广大货财,脸万民之院间。 这群闹之充斥很显然,王权斌的这种反常之充斥。 这群闹之充斥很显然,因为,在他以为,刻数之功太大, 自己的威望已瞬间生至无以复加的程度。 到了这种地步,太祖赵匡印已经赏无可赏。 如果不来一场,生是同样浩大的自污之举。 因为功高震主,自己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 由此可见,这些武将虽然出身航武,性格鲁莽, 但也很有政治敏锐性。 能混到那种地步,说明这些人绝对不是中脑科。 如果说,刚开始由于太祖的幼婆,有很多武将一时情非得意。 在贪污腐败时,还颇有些作秀的成分,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并不当真的话。 那么,久而久之,由于人性中普遍所潜在的诸如纵欲享乐等劣根性作祟, 便习惯成自然,对贪污腐败渐渐习以为常了。 由于自己有缘在先,对于武将们的贪梦腐败, 赵匡胤是尽量睁一只眼。 闭一只眼,做到能不说的不说,能不管的不管。 有时,有的武将在这方面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。 在必须要处理时,他也尽量高抬贵手,手下留情。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佐证,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武将, 是张德军节度使王柔之子,王皇后的胞弟。 据宋史王继勋传记载,这位国舅爷性情残暴,是个贪财欲色。 专义鸾戈即将活人身上的肉割成一片一片的, 为之鸾戈奈弊为乐的食人魔王。 一天,王继勋府中围墙阴大雨坍塌, 大量奴婢逃出牢笼,跑到宋太祖面前告欲状。 把王继勋骇人听闻的罪行全都捅了出来。 据说,宋太祖大害之下,对王继勋判决了挺狠。 消毒官爵,乐归私底,仍令假释受之。 我有配留灯舟,但最终处理起来却是雷声大,雨点小。 这边,还没等自己的下。 我有配留灯舟,但最终处理起来。 那边,赵匡雁早已改授其职,唯有接门率辅富帅。 由于有失无恐,开保三年, 王继勋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的行政长官。 到任之后,便本加厉地发泄着自己残暴的本性。 开始吃人,强势民家子女被给食。 小不如意,即杀时之,而关其骨气也外。 小不如意,即杀时之,而关其骨气也外。 门庭若是,有了上一次告语状的教训。 洛阳百姓对上诉不再抱持希望,学会了听天有命。 任其宰割。 据总计,直到太宗在位,王继勋被处死时。 仅在开保六年,到太平经国。 据总计,直到太宗在位,王继勋被处死时。 仅在开保六年。 据总计,直到太宗在位,这样一个食恶不赦的食人恶魔。 如果不是赵匡燕有意闭火。 想必绝对不会吃人,吃得这么不亦乐乎,逍遥自散。 还有一个例子,就是对镇守官男的大将李汉超强势。 还有一个例子,就是对镇守官男的大将李汉超强势。 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辨,对这位武将竭力薄庇纵容。 当受害者亲属到京城告状时, 宋太祖赵之相问。 儒女可家何人? 宋者答。 农家耳又问。 汉超未知官男时, 气丹何如? 答说, 碎口亲报在汉超未知官男时, 气丹何如? 答说, 汉超未知官男时, 气丹何如? 答说, 碎口亲报在问, 儒女为之妾, 难道不比为农夫强? 假使没有汉超再官男, 儒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? 在对告状者进行了一番斥责之后, 赵匡一命人将送者遣送回乡。 而为镇治贵臣李汉超强取民女为妾, 几代民前不偿一事竟然无私好究责, 只是将他找来, 劝他今后尽量要多注意些影响。 最后, 不成反赏, 竟然还赐给李汉超白金三, 零零零, 明。 在杯酒是兵权这场历史上, 著名的政治博弈与政治交易中, 赵匡一表现得极为慷慨和仁爱, 为了安抚时受信等武将, 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, 而且还约婚一事无间, 与一帮武将缔结政治婚姻。 杯酒是兵权后, 很快太祖便爽约将自己寡居在家, 杯酒是兵权后, 很快太祖便爽, 女儿延庆公主, 赵庆公主则分别下架的了 使守信之子和王审奇之子。 显而, 这种婚姻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, 是对失去兵权后的武将们的一种笼络, 安慰与补偿。 谁知道, 赵匡姻的这些小恩小惠, 耍小聪明的做法真的非常有效。 由于赵匡姻所采取的, 以腐败换兵权的政策或策略, 除了在立国之初相继发生了两起有后洲旧臣立运, 李仲基所发动的叛乐外, 此后, 在大宋帝国内部, 三百多年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, 类似黄袍加深的政治事变。 然而, 天下是往往有一立, 则必有一臂。 后面我们将要说到, 以腐败换兵权,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, 无异于自毁长城, 满性自杀。 仔细算一算账, 人们就会发觉, 这代价也真的太大了。